好大一颗月亮掉落下来 仔细一看不是在太空 它就在地面 散发出光芒 夜晚瞬间被点亮 原来这只是装置艺术 月亮还好好地挂在天空 实着非常逼真 连坑洞阴影都栩栩如生 人站过去虽然背光 但却成了最大特色 每个人都化身嫦娥 在月亮前摆Pause 有如拿着望远镜观看的一样 从下往上拍 就像是巨大月亮 主力在后头 昨天晚上就有先来看过了 然后有跟我朋友来这边拍过照片 白天看起来就是也很漂亮 是 晚上都不太一样的感觉 一安东山火车站前 除了有13公尺高的月亮 还有火箭 太空人漫步等等 营造出浩瀚宇宙的感觉 充满创意 让游客们能够胜利其境 漫步月球 6点就开始会点灯 仿佛巨大的雨球就降落在东山 到晚上11点 我们才会熄灯 另外在新北大汉溪左岸的 新月广场 则有400颗七彩的灯笼组成的布道 以及兔子造型装置 让民众有不同的种球氛围 也是新闻诗协人简大臣 严顺芬 新北宜兰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